哈囉,又到了美洲三晚上八點的三八友村 由阿春老師跟大家聊珠寶、說珠寶 我是盧春雄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這一位藝術家呢 他來自於印度 那他被譽為是印度的卡迪耶 那他也被認為他是印度 重新演繹Adeco的靈魂人物 他甚至被世人公認為 是跟Job齊名的一個偉大的珠寶藝術家 這個人叫做Villian Bagat Villian Bagat Villian Bagat 他在1957年的時候出生 現年大概是64歲 他是印度現代最知名、最低調、最神秘、最高貴的珠寶商 因此要搜尋他的資料實在是有夠困難 那這是他們夢買店門口的照片 他在23歲的時候 進入歐洲旅遊 參觀了羅馬的寶格麗 那個時候正值寶格麗 在演繹印度風格形式的時期 他非常驚訝 他說啊 我立即墜入了愛河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 然後在其他的國家被演繹 那個對他而言 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因此呢 激發了他開始拿筆創作 那他也很勇敢的 主動把自己畫的設計稿寄給寶格麗 當時寶格麗的負責人 詹尼寶格麗還親自打了電話給他 甚至還約了見面 在日內晚 這就是當時激勵了他 成為一個珠寶設計師的一個慾望 那這是他在畫設計稿的一個照片 他的削鉛筆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應該送他一支工程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鉛筆 他大致上是用了3H 2H以上的 硬度非常高的筆心 也只有這麼堅硬的筆心才能刻畫出非常細膩的線條 他的素描本身就是個藝術品 他說未來的產品設計將以最精準的工程制圖來呈現 所以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地方都應該要體現在設計圖裡面 他被譽為是21世紀印度新珠寶藝術的代表人物 那他非常崇尚自己的文化 尤其是他們的祖先蒙烏爾王國是陳吉思汗 跟詹姆爾的後裔巴布特 他自阿富汗南下入侵印度所建立的一個征服王朝 那我們來看一下蒙烏爾時期的一個作品 大家對蒙烏爾比較熟悉的應該是 這個泰西瑪哈的這個靈寢建築物 那印度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 印度民族種族眾多號稱為民族博物館 所以有了這麼豐富的民族文化 潛移默化成為他很多創作的靈感來源 那我們看他的inspiration是怎麼誕生的呢 那就是從印度的傳統建築物 紡織圖樣等等 展現出優雅的很獨特的一個印度美學 這是阿富汗的赫拉特神壇的入口 我們看到這個裝飾的非常獨特的造型 阿賽克的一些圖樣 那這些形式呢 都成為他創作的前沿 那論及珠寶工藝品質跟實用性上 他非常心宜向往的目標 就是在1920年到1930年時期卡蒂亞的風格 那種線條簡約有力 人角分明的工藝水平 這一個胸針上面有鎚了兩顆珍珠 這一個是他的個人的一個標誌 他從古代的一個畫像裡面 他們的頭巾上面的裝飾物上面 曲奇的一個靈感 這成為Vilimbaga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那因為他們家傳到他手上已經是第三代 當然他也把他的技術又往下傳 所以現在也是第四代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過去常常在他的父親的工坊裡面 學習很多珠寶的使用技術 那他說過程尤其是過程中的細節 對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創作並沒有太多的限制 他說自由是設計師最重要的一個靈魂 因為從來沒有人可以教他怎麼去做 什麼東西可以做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他非常希望非常渴望 自己有機會能夠成為像卡蒂亞 當年在1928年的時候 從製了伯蒂亞拉大軍的這條項鍊的製作人 他想要成為這個人 那他的作品非常重視比例 他自己也說他的比例的精準度 敏銳度是天生的 美奈乎比例原則 那很多事物那個受比數影響顯示出美 古學者又定義出很多比例原則 那最出名的無非就是黃金比例分割 更被後人佔譽為是神次的比例 那他的作品的圖稿幾乎就是可以一模一樣的 把做好的東西擺設在圖稿上面完全一比一的呈現 自由是一個設計師最重要的靈魂 所以他的創作他說從創作的第一天開始 他就不為誰而做 只做自己 那我們看了這件作品 越來越多裝飾藝術 Art Deco 的風格出來了 也就是在1925年巴黎所舉辦的 世界裝飾藝術工業博覽會 形成的一個風格形式 在當時啊 其實裝飾藝術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那因為裝飾藝術 它幾乎可以說是定義的 現代珠寶藝術的形式的前身 在亨利威爾遜給英國政府 致詞的報告書裡面提到 以過去相比 博覽會上法國人設計的珠寶 特殊形狀的寶石用得更多 像玉石翡翠 黑色的鎬瑪瑙以及法郎彩 形成對比鮮明 層次豐富 設計師追求彩虹般的五彩 編紛的視覺效果 這些珠寶更注重色彩 那裝飾藝術呢 非常崇尚簡約 也開始對於所謂的 對称性 比例外觀形的追求 那譬如像形狀的一個定義 那因為裝飾藝術結合了 因工業文化而興起的機械美學 有比較機械的 幾何的 純粹裝飾的一個線條 什麼叫形狀呢 一切可以辨識感知的面積或者體積 面積呢 就是2D 我們稱之為形狀或者是圖形 體積呢 就是3D 我們稱之為形體 那形是直接性的萃取 那也就是本人式的反應 也就是你遠遠看他最俐落的那個幾何的一個形態 西方是用幾何 那東方我是比較建議用規矩 就是誕生的龜形或者矩形或者規矩形 這三個形式 那我們來看他的作品 那因為呢他從不複製自己的設計 所以每天都在創造新鮮的事物 所以驅動他的熱情 讓他很樂於工作 所以製造珠寶是讓他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他的父親告誡他 你千萬不要去複製自然 因為寫實是一種很裂著的模仿 平淡無奇 設計必須要自己賦予前世 他遵循了印象派的技法 不去模仿自然 像花朵的一個設計 他是構思出花朵永恆的美 那也就是演繹出自己形式的一個特色 他還有另外一個標誌 他非常喜歡使用薄金手勢 這也是成為他另外一個標誌 因為薄金有非常高的密度 優於其他金屬 那所以可以做出非常細微神奇的一個結果 讓寶石幾乎是用那種懸浮的一個幻結呈現 因為薄金他可以把它隱藏的天意如縫 而他可以用的很細微 這也是他的作品的一個特色 那JAR曾經送他一句話 他說 我的珠寶本質上就是我的珠寶 JAR跟他說 永遠不要聽別人的話 所以他說 JAR喜歡他 因為他是唯一不會模仿他的一個珠寶商 他跟JAR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一年只生產約60件的作品 兩個人也不抽取佣金 從不複製自己的設計 也不承接受人家委託設計 也拒絕聽從別人的指揮 同時志同道合是好友 也不是競爭對手 所以呢他說在印度每個人都想要成為設計師 所以客製化很自然的發展 可是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說那個完全傷害他的自由 如果你聽從了客戶的設計 你就永遠不再是設計師 只是一個工匠 這也是他非常重視自己獨創原創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來看他很多的耳環的作品 其實在過去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很容易的就是鎖定他的作品的表現 非常現代感的很難想像 那他用了很多很獨特的Table的車工 Rosca的車工 或者是Paki的Diamond 那大家都知道印度是最早的鑽石發源地 自然而然的印度的切工 絕對是很早就發展起來了 所以其實很多印度的古董式 或者古典式的車工 現在雖然沒有慣用的 可是他依然的把它寄成呈現 應用在他的整個作品裡面 所以他也是少數 然後一條龍 也就是連石頭研磨都可以自己一手包辦 完全你要模仿他 前提之下你這個石頭 自己想辦法去把它磨出來吧 這個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他幾乎獨特性非常鮮明 你很難看到 我想只有別人抄他 他基本上不抄別人的設計的風格 形式 那非常優雅的體現整個印度的美學文化 像這個垂木式的耳環 這個是貼夾式的 這個是環段式的耳環 這個是上揚式的耳環 那在印度人的傳統文化裡面 印度女人是非常喜歡戴手鐲的 即便很貧窮的人 他都會戴個塑膠製或者玻璃製的手鐲在手上 所以他也針對整個手鐲有一個新的一個演義 他說所有石頭都像人一樣 天生美麗 迷人又有趣 寶石的美是永恆的 因為他們可以不斷的重複的使用 所以他用有限的調色盤 來表現珠寶 他所謂的有限的調色盤 因為那個寶石能夠演繹的顏色有限 主要是鑽石 紅寶 藍寶 竹母麗 尖晶 珍珠 大概這個比較有限的 比較常見的 我們從幾個作品累積下來來看的話 大致上他focus這一些寶石上面的一個應用 這是他很獨特的手鐮的形式 這種帶狀式的手鐮 非常的典癢 這是繡扣的做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 人類的第一個扭扣 其實是靠珍珠珠貝所做的 像這個就是珠貝所製成的扭扣的形式 加世德美洲珠寶業務部的負責人 拉弗爾卡達基亞先生說了 偉大的設計師或者藝術家的印記一目瞭然 加世德另外一位亞洲系的總經理也說了 Villian Varga的設計非常無點優雅 又富有現代別式的氣質 所以呢 他被比喻為印度新珠寶藝術的代表人物 他自己說了 我的珠寶完全在印度製造 這一點讓他非常的自豪 當人們對此感到驚訝的時候 他卻感到非常的高興 的確 印度在這個部分已經落後很長一段時間 然而 這裡的技術依然是很棒的 他說 機械產製的完美 只會削弱物體本質的美感 珠寶所知也是如此 唯有以雙所製造的才是真正的藝術品 我是盧春雄老師 每周三晚上八點為大家製作的這一個 當代瑣士藝術家 已經從Jar還有俄羅斯的這個法郎工藝家 還有陳詩英大師 還有Ivy還有米契爾意大利的設計師 還有美國的詹姆士Puffin 然後還有俄羅斯的馬克希姆 那這些都是之前所置錄的一個節目 歡迎大家收看 那台灣珠寶藝術協議 應用教育的力量 為珠寶行業不同層面的人 是提供更精確的專業 同時為有潛質的年輕人 提供入行的途徑 儲備就業跟創業的競爭實力跟要素 那我們相信擁有專業 就能夠成就事業 希望您每周三晚上八點 準時收看我們的三八有村 別忘了打開您的小叮噹 謝謝您的收看